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回到 各位回到首页 我们今天来Canva这边来做最后一张图 这张图我们下午要用 下午要用了 我们来做一个T恤 或是带子的图案 做一个T恤或带子的图案 那我之前有做过就是 之前我已经有做过类似的专案 这边你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纯粹站在那个创意的立场 那个跟政治无关 所以如果你自己很care那个政治的关系 你就自己下线离开 我这真的跟政治没有关系 纯创意的那个 好 所以我做了一堆这样的东西 好 你要发现很简单的就是 就是一个套好的板 就是换字跟换图换颜色这样子而已 好 好 电脑又有点当 好 等他一下 好 好 好 所以你同样的版呢 事实上因为这个的版都人家设计好的 那所以你会觉得他蛮有设计感的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只有换图换字 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有蛮多很棒的效果 那这种东西不管印在 印在那个衣服啊 印在包包上面 上面应该也都蛮好看的 蛮好看 蛮有噱头 而且是很有创意 很 就是唯一啦 单一 不会市面上找不到重复的 那尤其 现在很多人都说 赚钱很辛苦 对不对 各位老师 其实 赚钱其实没有那么难 重点是在于你的 你的眼睛能不能看到那个商机 那你看现在这个议题大家吵不停 对不对 如果这个东西拿去卖 各位就做印一堆衣服 印一堆袋子拿去卖 我跟你讲在市场一定非常好卖 绝对非常好卖 只是说因为我们身为老师 法令规定不能兼差嘛 那个教师法还没有过 公务人员现在可以 所以如果你是公务人员身份的 请你可以等一下利用我们下午讲的那个 那个建豪印刷 你就可以直接做个一百件两百件 可以去市场卖了 就可以赚一笔 好 那所以 但是老师还不行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法办 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这样子 一人一款命 好 所以这是给各位参考的 好那请各位在首页这边 请你它的类型这边你可以往右边找 好事实上用A4文件也可以 因为这种带子的图案 衣服的图案通常也是那个A4的size 不过它这边有一个叫做专业T恤的这个版 也可以参考这个版 它的版型大小是14乘18英寸 好那你就用这个版就可以了 事实上你用A4或者一般 那个大张照片 那个也可以 那个大小也可以 所以我们用专业T恤的版 请各位用专业T恤的版 好那从这里进来会 会出现很多很多他做好的版 所以你可以参考 这是他的好处 所以你说进来很多 进来那个专业T恤的版 这边就有一堆人家做好的版给你参考 好所以请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版 你想像你要把那个字跟图换掉 就可以做你喜欢的衣服或者带子 所以你要找一个你想要的版 把它选起来丢进去 我觉得老师我从右边找不到像你这样有专业T恤做四个字的 你在这个地方首页这个地方中间这一排 你往右边找 好这有个小箭头往右边找 应该可以找到专业T恤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搜寻这边直接打 好 好直接打字也可以 好直接打字也可以找得到 好里面有很多的范本 里面有很多的范本 好所以你就找一个你觉得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图去带换 那如果你用那个黑色底的 有没有 好你用这种有颜色的底的 你就要考虑你等一下如果放的是照片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照片去背的功能 好 照片去背的功能 也可以 好所以因为它版非常非常的多 对你就自己挑一个喜欢的版 这个都很简单 好那挑好之后就麻烦你把那个字跟图 换成你要的字跟图 那各位就自己做一下 那它的那个动作就跟我们刚刚早上前面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如果要放照片 我就一样去上传我的照片 好我做一下去背 这个这个我留着好了 我把它留着 我把它拉满板 比较有张力 然后把刚刚的爱心留下来 好那一样会有那个涂层的问题 各位就自己往自己去叠一下 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 自己叠一下 好不喜欢的字也可以换掉 刚刚那个文字里面太多的 太多的那种很有特色的版 事实上也可以取用 像这种会发亮的也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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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像 不是 好,改改自行 好,请各位编辑一下你的画面哦 这时候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你就可能要准备很多自己的素材 所以这时候最好去架一个三脚架 然后自己拍一些各种动作的素材 比如说像那个 Muble很喜欢拍那个专业人士 手插在胸前的那个那种照片 对不对 你也可以自己拍一张 然后那个在思考的照片 在做什么的照片 各种姿态照片你就自己拍一张起来用 那个去背完都很好用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